EZMTV 作用方法 我们的座油工具为大家准备了11个座油接头 它们基本上可以满足市面上所有的刹车的需要 如果你的刹车非常冷门 我们还准备了一款多功能接头 这款多功能接头是没有密封件的 在座油工作开始之前 我们先为大家介绍刹车的两个重要主件 分别是刹车手柄 以及刹车甲器 也称为刹车卡钳 它们两个都有一个刹车口 刹车手柄主要是接我们刹车工具的漏斗 或者接刹车瓶子 通常情况下 刹车口都在刹车的顶部 但是也有些刹车 它的刹车口可能会在侧面或在底部 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不能使用漏斗 我们只能使用刹车瓶 刹车卡钳 也就是刹车夹器 它用来接我们的座油器 今天我们以马布拉MT2为例 为大家演示一遍 我们的座油瓶子的使用方法 我们首先拆一些来定片 然后安装我们的活塞挡块 使用橡皮筋将这个活塞挡块固定在刹车的夹器上 接着我们连接座油器 首先拆一些夹器 首先拆一些夹器的座油口 螺丝 然后我们将对应的座油接头 拧上去 将座油器套在接头上 在连接座油瓶之前呢 我们首先要把刹车手柄调整到水平位置 然后打开 然后打开座油口螺丝 我们使用原厂的刹车油 全部倒入座油瓶子 将座油瓶子挂在刹车把手上 我们使用这一款没有密封件的多功能接头 直接插入刹车手柄的座油口 然后连接软管 将软管插入座油瓶子 软管一定要插到底部 一定要插到底部 当我们连接好刹车手柄的座油瓶以后呢 我们开始抽第一管油 抽第一管油的目的呢有两个 一个是为了排出旧油 第二个是为了清洗油路 我们在抽第一管油的时候呢 速度一定要缓慢 慢慢地抽 将旧的油完全抽出来 然后关闭指令夹 然后将旧的油倒掉 当我们倒掉旧油以后呢 我们将旧油气重新接回 打开紫尼夹 现在开始我们开始排空 还是用抽 缓慢地抽 抽完以后呢我们需要少许的停顿 然后再往回推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 夹器这边的软管 以及刹车手柄的软管里面 会有很多空气 不要紧 我们可以反复地尝试这种 排空的过程 抽 再推 再推 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我们不要把空气推回上车 再抽 再抽 当我们发现软管里面没有空气的时候 排空工作就已经完成了 在排空工作完成之后呢 我们要先取一下刹车手柄上的作油瓶 然后呢我们需要对刹车手柄进行一点补油 我们可以轻轻的推夹器的柄油漆 我们可以轻轻的推夹器的柄油漆 在柄油漆 柄油工作的最后一步呢 我们来拆除这个柄油漆 在拆除柄油漆的时候呢 我们要避免在拆柄油漆的过程当中 有刹轻油从这个刹车卡前里面流出来 所以我们这里有一个小窍门呢 就是把这个夹器跟刹车手柄 尽可能的放在一个水平位 这样我们在拆柄油漆的时候呢 基本上不会有油漏出来 然后把柄油螺丝装回去 当然了有一些像行马洛也好 这样的带有限度螺丝的刹车卡前呢 它是可以不需要把这个刹车夹器抬起来的 如果你没有条线把这个刹车夹器拆下来 比如说你的车架伸口线 不方便拆这个夹器的话呢 我们也必须要把车架抬高 尽可能的让刹车夹器和手柄在同一个水平位 这样我们拆除这个螺丝的时候呢 就不会有更多的刹车油漏出来 以至于污染这个刹车夹器 在作为完成之后呢 我们要拆除这个档块 我们要对刹车的活塞进行检查 甚至清洗 绝对不能让刹车油残留在刹车活塞里面 因为这样的话有可能会污染来丁片 造成刹车失离 这样的话我们作为工作就已经全部完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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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